以后你要是想吃卤猪蹄,别再去熟食店买了 我教你自己在家做,软烂入味,比外面卤肉店卖的还好吃 今天去市场买了四个猪前蹄,然后放到火上烧一烧 不但可以去除猪毛,还能去除脚气 烧好后加入温水浸泡十分钟,这样烧过的地方,就会特别好清洗 再换水清洗一遍,将猪蹄清洗干净 然后将猪蹄冷水下锅焯水,多加上一些料酒去腥 开锅以后把浮沫撇出去,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煮五分钟后,控水捞出,再次倒入温水 将猪蹄清洗干净,洗去上面的浮沫和脏东西 锅中不放油,先倒入半碗冰糖,半碗清水,一大勺食用油 掀开中火慢熬,不知不觉我已经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美食教程 一直以来还没得到你的小红心 今天这个视频,就辛苦你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大家,熬到这种深褐色,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这样做的糖色,色泽红亮不发苦 然后放入大猪蹄子,再加入切好的葱姜,少许的干辣椒 再加入一大勺生抽提鲜,半勺老抽上色,一勺黄豆酱 最后,再加盐和鸡精,卤肉好吃的关键 是加上一个非常好吃的卤料包,很多熟食店都在用 配料表都是一些植物香料,没有任何防腐剂 过年过节用它卤肉卤菜都非常好吃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两个小时,也可以选择用高压锅 卤至筷子能够轻松扎透猪脚,然后关火 盖上盖子浸泡20分钟更加入味 这样做的卤猪蹄,酱香浓郁,软烂入味 比卤肉垫的还好吃 你也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